你现在收听的是原创Shokcast内容 Ivy塔罗 路过你的全世界 哈喽 大家好 我是Ivy 欢迎回到我的节目 那今天呢 我们要聊的这个故事 它发生在巴黎 有多少人去过巴黎举手 我也看不到你们举手 但是没关系 应该有很多人都有去过那里 或者也很向往去到那里 我曾经有去巴黎玩过十天吧 和我的朋友一起 我现在回想起来 当时的那个画面和我今天讲的这个故事会有一点相似 因为当时去的时候自己也还是一个穷学生 也没有办法住在很漂亮的酒店 然后真的去逛那些很贵很贵的brand都没有机会 但是和我今天的故事的主人公却很像 这是一个男生 他叫阿端 那阿端和女朋友呢 他们是在巴黎念书的时候认识的 也都是留学生 然后两个人聊一聊发现 哇 原来两个人是同一个家乡的 在离家那么远的地方 来自同一个小地方的两个人呢 就越来越亲近了起来 很自然呢 他们两个人就在一起了 阿端和女朋友都非常喜欢巴黎 虽然因为钱很少 只能住在离市中心很远很远的地方 但是他们常常会坐车一个多小时 到塞纳河边去散步 为了省钱 一开始他们一起租了一个地下室 整个屋子都黑黑的 只有一个小小的天窗 可是他们每天都过得很开心 晚上一起做饭 吃完饭之后呢 就躺在床上 看着天窗外面的天空 星星一闪一闪的 就这样他们一起度过了好多年 阿端他是一个IT男 他女朋友呢 是学艺术的 因为当时做IT行业 在法国是非常需要的人才 所以阿端就得到了一个机会 能够长期留在法国 他得到了一个长期的工作签证 但是女生的学生签证 马上就要到齐了 必须得离开法国 那个时候女生就很苦恼 不知道应该怎么办才好 因为两个人感情很不错 也不想分开 他们纠结了几个月之后 有一天阿端突然对女朋友说 不然我们结婚吧 女生就傻了愣在原地 想说我们一无所有 我们怎么结婚啊 可是内心又好感动 觉得这个大男孩在自己的面前 像孩子一样很真诚 阿端是很认真思考过 才会向女孩子求婚的 但是他思考的最主要的一个问题是 不想两个人分开 唯一的解决方法就是先结婚 因为他们两个人结了婚之后 女生就可以因为阿端的关系 也得到一个长期的签证 他们就这样开始筹办婚礼呀 通知家乡的爸爸妈妈 想着什么时候可以接他们一起到巴黎来 日子又过去了两年 可是就在这个时候 阿端遇到了他的问题 他发现在这两年当中 女朋友变了好多好多 阿端找到我的时候 那时候他们已经有整整半年 都没有见过面 也没有讲过话了 我问阿端 为什么突然之间会这样子 阿端说 自从他顺利拿到 长期的拘留签证之后 甚至都开始越来越少回家 常常会跟我讲说 住在朋友那里呀 工作很远哪 周末再回来 慢慢慢慢回家的次数都变少了 阿端就变得很苦恼 大家应该都懂 IT男生都不太会讲话 所以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在那个时候他找到了我 他说 Ivy老师 我其实最想要问的一个问题是 他真的是真心爱我的吗 我说你为什么会对这件事情 抱有怀疑 你们都已经结婚了 而且也有好多年的感情 他说因为 自从他拿到长期签证之后 我们两个人的感情 才出现问题的 所以我忍不住 要怀疑 我是不是他留在巴黎的一个工具人 因为他想留在巴黎 所以才答应和我结婚的 我们聊天当中 我才知道 女生学艺术 巴黎对他来讲 简直就是天堂 他在这里 可以看到整个欧洲文明 所留下来的艺术品 画作啊 所以女孩子常常周末的时候 都一整天待在博物馆里 她一直都梦想 可以一直生活在巴黎 但是当时的她 也没有什么收入 留在巴黎 唯一的方法 可能就是嫁给一个法国人 退而求其次 就是嫁给一个 拥有长期居留签证的人 阿端越想越觉得很害怕 很失望 不敢相信这个 跟自己在一起这么多年的人 有可能骗了他 于是我就开始帮他算牌 他问的这个问题 叫做 他是真心爱我的吗 答案会让人有点心痛 但是我从阿端的脸上看得出来 他其实早就知道答案是什么了 只是想要借由我的嘴 去告诉他真相 这个女孩子 的确是因为拘留签证 才和阿端结婚的 可是以前的感情是假的吗 一个高高瘦瘦的男孩子 在电话里哭了 这么多年的感情 难道都是假的吗 我们一起住在 小小破破的房子里 倒可以结婚 我都在存钱 为他买一个家 男生越哭越伤心 我告诉他 阿端 你抽到的牌 有一张叫做恋人岛 这张牌说明 你其实很不了解 你的另一半 这个女生 她现在不爱你 但是以前 她的确深深爱过你 她爱过和你一起生活的那几年 她以前甚至想过 真的会跟你走到永远 可是现实太残酷了 面临回国的风险 她来不及做出反应 她来不及去思考 我到底要不要嫁给眼前的这个男生 她就必须逼自己去答应了 因为不然 她就要离开巴黎了 我讲到这里的时候 阿端沉默了 大概过去两分钟 她才开始讲话 老师 其实你说的 我好像以前都知道 我问她 你是什么时候开始知道的 阿端说 大概是因为结婚的时候吧 那个时候开始 她就不太愿意 把我介绍给她新认识的朋友 她也不太愿意 跟我的爸爸妈妈讲电话 她开始越来越忙 那个时候 我心里就觉得有点不太对劲 我说对的 有时候我们要相信自己的感觉 一个曾经爱你的人不爱你了 它不是突然之间发生的 是以前发现的时候 你不愿意去承认 假装没有这回事 阿端吸了吸鼻涕 我听到 她在擦眼泪的声音 她说老师 那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我说你想到什么 阿端说 可能我就成全她吧 因为现在我跟她离婚 也许她马上就要回国 可是毕竟这么多年的感情 我也不想看到她 又因为跟她离婚 而让自己的梦想没办法实现 我听到这里挺感动的 一个男生明明知道 对方不爱她 还愿意成全对方的梦想 爱情就是这样 她爱你的时候 她对你说 亲爱的 我爱你 那是真心的 她不爱你的时候 可能连一句再见都没有 那也是真心的 看清楚 你才能放下 接下来 又是你们很期待的 大众占卜的时刻 今天 我们要占卜的问题是 她是真心 爱我的吗 所有人 闭上眼睛 心里默念这个问题 她是真心 爱我的吗 她是真心 爱我的吗 默念三到五遍 在一 二 三 四 四个数字里面 任意选择一个 可以在Instagram Facebook PM我 然后我会留下 你选择的答案 Instagram 请搜索 iv underscore parot ivy underscore t-a-r-o-t Facebook和YouTube 可以直接搜索 ivpan ivy p-a-n 我和一百位心理学专家 共同建立了 免费心理学 公益热线 天使聆听热线 如果现在正在听广播的你 也有一些故事 想要说给我们听 想要有人听你的痛苦 听你的烦恼 我们很乐意为你帮忙 所有马来西亚的观众 可以拨打电话 017-3580-483 017-3580-483 我是ivy 我们下期再见